台南有女駕駛之前 开车沿路逆向 想贪快行驶到左转车道 碰上来车的当下 似乎也自知理辉 就算平平道歉跟倒退 如今还是得受罚 另外在高雄 则是有骑士跟轿车驾驶 疑似起了纠纷 竟然沿路追上国道 还看似对驾驶逼车 行径相当离谱 哈喽 民众开车简直傻眼 因为竟然有骑士违规上国道 哈喽 这国道呢 你没看错 直接男子不仅骑车闯国道 他还没戴安全帽 甚至意图逼车 18代26号早上7点多 国道1号北上368公里处 当时有男子骑车违规闯进高速公路 还没戴安全帽 民众也猜测 收到钱 他跟轿车驾驶 疑似起纠纷争执 这才沿路紧逼 尽管警方未获报 但现在人将依法举发 若有涉及公围将依法侦办 而另外在台南 马路上也出现离谱情形 用路人开车才缓缓右转 没想到下一秒 前方竟然有轿车 逆向积舍而来 双方驾驶当成在路中间 僵持对质 随后违规女驾驶 苏自知理亏 也比出抱歉手势 缓缓倒车 一度还想要用路人礼让 当时女驾驶开车跨越双黄线 逆向行驶 疑似打算到左转车道 碰上顺向车辆当下 就算平平道歉跟道退 如今依旧得受罚 女驾驶抢快贪方便 现在不仅吃上罚单 倘若跟对象来车发生对撞 恐怕不是罚钱就能了事 记得中文报道